好,39章 39章 好,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边描绘了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孔子在畏国 大家知道孔子追过列国的时候 在畏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激庆就是在打一个乐器 结果他在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 就被从他门口经过的一个贺窥者给听到了 贺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陶渊明有一首诗写自己隐居的时候 这个贺就是把一个东西扛在肩膀上 同时拿手这么扶着搭着 这个在肩膀上扛着 同时拿手这么弄着 这就叫贺 贺窥这窥就是一个草框子 盛草啊 盛这个东西啊 编了一个框 也就是说这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一个劳动者 可能是个这个上山对吧 砍柴的呀 干什么的 啃了个框就在前面走 结果当他走到孔子门前的时候 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 有心在激庆乎 他说 这个激庆的人 他有心事吧 所以你看 你读到这里 你知道这个贺窥者实际是个什么人 依然是一个影视 依然是个影视 所以当年的影视都在干啥 基本上都是在种地呀 砍柴呀 看大门啊 对不对 在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影视 基本都是干这几个事的 甚至到了战国时期 依然如此 对吧 你们去读 史记里边的这个姓林郡列传 就魏公子列传 姓林郡当时去找的那些影视 有一个看大门的 就是这个侯营 对不对 很多影视都是看大门啊 然后砍柴呀 然后种地啊 基本都这样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个影视 一个正常的种地的人 说不出这话来 他也不懂激庆 他也不会讲说 能够通过孔子激庆 听出来孔子有心事 结果这人就在这听了 听了一会儿 他又说了 他说 比在坑坑乎 这个笔灾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笔 其实往往就是瞧不上 对吧 就是可笔呀 说这声音 坑坑是什么意思 坑坑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那个 这个叫 言必信行必果 对吧 坑坑然 小人灾 对不对 这个坑坑 坑坑就是你敲石头 光光光 这个明亮清脆的声音 他说你这 敲的这么响 敲的这么亮 真是丢人呐 后面就讲了 为什么我觉得你丢人 后面就说 莫己知也 私己而异异 没有人了解自己 你自己过自己的就行了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态度 这恰好就是他隐居的态度 隐居的人为什么会隐居 因为他们觉得没人懂自己 所以我就过我自己的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孔子姬庆这个事 他里边有什么 有这种对于生不逢时的这种感受 所以这个扛着这个溃 扛着这个草框的这个人 这个隐士 他其实听出来了这层意思了 然后这个人就说了 你真是丢人呐 没人懂你就没人懂你 过你自己的 你跑出来干嘛呢 因为他跑到魏国来了嘛 你干嘛跑来跑去呢 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上次读到的那个 对吧 那个威生母 当时问孔子 他说没人用你 就没人用你吧 你跑来跑去干什么 你是要显摆你自己能说会道吗 是吧 这次也是一样的 这个隐士贺窥者 就说没人懂你的话 你过好你自己 就而已 就是停止 就可以了 身则利谴则皆 这个身则利谴则皆是诗经当中的 一句 而且这个诗经是哪个部分呢 就是魏丰 魏丰里面的 其中的一首诗 里边的一个句子 魏丰是什么就是魏帝的民歌嘛 所以他就拿着 这个周围的老百姓们都在唱的一句话 直接就拿出来了 叫身则利谴则皆 什么叫身则利谴则皆 这个利指的就是 穿着衣服 游过去 这就叫利 皆呢 就是这个撩起衣服来 比如把这裤腿撩起来 当然我们今天叫裤腿 那个时候的人不穿裤子 对吧 他们穿的是那个那个长啊 就底下像个裙子一样的 把这个东西撩起来 然后过河 如果这个水比较浅 就撩起来过 如果这个水比较深 你非要过河 你也不能裸奔 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 裸奔也没用 你衣服吃到还得湿啊 所以穿着衣服过 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 叫 我们后来那句话叫什么 食食物者为俊杰 就这么个意思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是个什么时代呀 对吧 看看水深还是水浅的 水深你就别脱衣了 就得游着过去就完了 就别整天那么累了 水浅的时候你再小心翼翼的 你再接起来 别把衣服弄脏了 所以这个赢者 贺窥者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自己觉得没人懂你是一个不好的时候 你去隐居去过自己的就完了 你出来跑来跑去 这个这个还想在这边推行这个 还去跑去拜访那个 你不丢人嘛 对吧 深则利浅则监 接着就引用了一个魏国的这个名字 结果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果在末之难以 这个果不是果然啊 而是果绝果断 他说这个人说的如此的果绝 我恐怕也对他做不了什么 这个末就是没有 难就是我跟他这个对话 跟他辩论去说服他 他说他已经铁了心了 已经说服不了他 这是孔子的回答 也就是说孔子知道 那个人心里面 就这个隐士 他的心里面 已经认了这个死理了 就是不行了 不行了 所以我就不干了 不干了 我就管我自己 但是孔子说 我跟他讲是讲不通的 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对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果决 我在跟他讲说我是怎么样的 没有太大的用处 这是第三十九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甚至包括第三十七章在内 这三章在一起 是孔子对于隐士的态度 他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 能够做到隐士 首先是个大贤者 首先是一个大贤 因为如果你心中还有欲望 还有名利 对吧 你是一定会出来的 再加上如果你看不透 当时那个时代 你也一定会出来 所以有人能够看得透 起码说明两点 第一点是 有人能够隐居 起码说明两点 第一点是他已经看透了 第二点是 他心里面确实没有这个名利的东西 所以他能够放得下 把他走了 他觉得这个壁士 首先他是肯定的 但其实孔子 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 你叫这个历史上的淫者 淫者多了去了 是不是 淫者多了去了 穷则独善其身 就连孟子都这么说 但是孔子呢 一面独善其身 一面仍然在外面奔走呼喊 就是为什么说孔子是智生 就是在这里 他都知道 但是他还是要做 那后面的38章39章 就是记载了孔子 两次遭到淫者的劫难 就是淫者不懂孔子 或者淫者看不上孔子 讥讽孔子 一个是一个看大门的隐士 说孔氏 孔氏就是那个知道不行 还非要干的人 还有一次 就是在魏国 这个看大门的是在鲁国 还有一次就是在魏国 一个扛着草框的 干农活的 他也是个隐士 他听到孔子在激庆 那你这个人真搞笑 你心里又有不甘 你又知道不行 他听懂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又跑到这里来 跑来跑去的 你不丢人吗 该怎么干怎么干呗 时候行咱就出来 时候不行 咱就过咱自己的就完了 孔子听完了之后说 说这个人我恐怕已经劝不动了 是吧 他自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这就是这个39章 37到39章